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我入金了 你还找我干什么 我要验证一件事情 需要你帮忙 这里的人不会死 这个世界是假的 这里姐姐 你看 你还让她们美丽 施丽 好久不见 你还是那么美丽 你是 你都不记得我了 你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啊 莫道格 你大学同学啊 智利姐姐 智利 好久不见了 上次见面 还是在你和朵拉的毕业典礼上呢 朵拉 李朵拉 是 我怎么觉得 你脑子好乱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智利姐姐 你连我也不记得了 你们毕业典礼的时候 我还去送花了呢 只不过那个时候 我还没长个呢 要不让道格带你去客房休息一下 我看你啊 就日子过得太逍遥 连我们这些老同学都忘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正好可以借朵拉结婚的这个机会 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来参加朵拉婚礼的 巧了 新郎也是和你们一个大学的 是吗 弹钢琴的那个是Grace姐姐的伴娘 旁边那个就是我的姐夫 林秋末 林秋末 为什么她和张霄 长得一模一样 张霄 你好 我叫林秋末 是朵拉的未婚夫 很高兴你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你叫林秋末 没听朵拉提起过你 恭喜啊 谢谢 其实我和朵拉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 我怎么不记得这个人 如果她真的不是张霄 又为什么和张霄长得一模一样 姐姐来了 不是吗 她偶然 骞 胡ください 其薄 李些 君明 姑娘 唐 莉莉 你终于到了 躲了 我一直在等你 邱默 我真的好开心啊 爸妈 妹妹 道格 贺斯 现在莉莉也来了 怎么没有其他宾客呢 还有两天才到婚礼 别人才没有莉莉这么有心 都还在路上 但是 但是我担心暴风雨就要来了 不过没关系 能得到你们的祝福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了 能娶到你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我们一起去跳舞吧 走 这是巧合 还是我在做梦 难道 这也好 朵拉 我想听你给我讲一讲 你和林秋末的故事 秋末邀请我参加了 学校的舞会 就这样 我和秋末在舞会上定情 如今已经五年了 怎么样 现在你没有怀疑了吧 五年 也是五年 难道她真的不是张霄 和朵拉说起他们之间的 每件事都好熟悉 你叫朵拉吗 不 我找你 周末艺术学院的舞会上 能请你跳支舞吗 可是我不会跳舞 没关系 你能来就行 那就这么定了 周末见 那男生谁啊 还挺帅呢 张霄 我们戏的 你们戏可以啊 有他那种小帅哥 还有你这种大美人 智利 我现在已经找到我的另一半了 你也要快点找到你的幸福哦 朵拉 你真的感觉幸福吗 当然了 虽然我妈妈去世得早 但是爸爸和恒娜妈妈对我很好 雅娜又这么单纯可爱 秋末你也看到了 人温柔又体贴 人温柔又体贴 还有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Grace 来做我的伴娘 来见证我的幸福 最惊喜的 当然就是你了 好久不见 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那 如果这一切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呢 怎么会 为什么我和张霄发生的一切 好像都变成李短了阿林秋末 不可能是巧合 怎么 有人找 他在找他那男朋友 可惜了 我不是 真是痴情 那你会被打动吗 我都有你了 你这么美 比他还妹吧 你和她真是世事所爱比较啊 这叫什么来着 做到减肥花 那看来这一次 是我的吗 你们女人啊 她真是喜欢自主比较的 不过像你这种神仙美人 我最喜欢 李周勇答应把分公司给我管了 何纳没意见 她敢吗 那祝你飞上枝头 别奉火 李斗拉小姐 你是否愿意嫁给林秋霍先生 无论生老病死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你都会爱她 呵护她 照顾她 并和她走过未来的余生 多了 现在是彩排 你要是不养家还来得及 莫道格 就算只是彩排 也没你这样主持的吧 好嘞 我愿意 你都会爱人 他来两个月 祝你 团ena 两个月 对 我 你就会爱人 我 atos 一样的动作和神情 张霄真的是你 姐姐 姐夫 我的姐妹 绝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新娘 能许到你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姐 愣着干吗 快过来 快快进走啊 三 二 一 新婚快乐 我只能在哪里 这都是男人 这就是男人 那是男人 这个女人 你可是女人 他笑鼻子 这个女人 你什么人 我相信她 你着急 你觉得她有点心 还想改变你 一切都ex于你 我一定要找到真相 谁啊 我和李朵拉 你够爱谁 你们是我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啊 要我怎么做选择 你可真是个安心鬼啊 谁啊 当初我不要礼会 被人指鼻子巴得我跟着你 那个父亲还见得这么对不我 就不怕我把你龙子抖出去吗 你跟我来借套 难道你当时 涂的是我的人 而不是我的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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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睡不着 我总是梦见姐姐的婚礼会出现意外 你相信吗 每个人都有秘密 有的身不由己 有的难以歧视 还有的 是愿望结束的果实 他们藏在心底 酿造成一抹酸涩的苦酒 而终有一天 那些沉睡的真相 会像致命的令人 划破你的虚假人生 让你无处逃避 难道公司 你都给你做了 我想找人 你做的事 你做的事 order 你做的事 你长大了 也就你 还像个小孩子 你真的决定好了 要嫁给林秋末吗 当然了 怎么这么问 没有 他要是欺负你 你就随随告诉我 是秋末怎么了吗 你还要是欺负你 小时候 不都你在保护我吗 现在长大了 我也可以保护你 你吓我一跳 不过看你这副样子 我还挺欣慰的 弟弟终于长大了 不过你放心 秋末对我很好 看来没人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想找你聊聊 想聊什么呀 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张霄了 那你为什么一直装错 不认识我呢 你想聊聊 嗯 好啊 那咱们画个地方 好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不是说我像你男朋友吗 你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啊 你过来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 哦 你带我去拿磨灰照 不客气了 你不客气了 谁 Voldemort 我不是说我 你会你联赛 了吗 有了我 那你去啊 你女孩啊 总要有第一双高跟鞋的 难道你小时候 就没有对于高跟鞋的幻想吗 还真是 当然了 你可以穿运动鞋 甚至光脚走路都行 但是高跟鞋不一样 哪怕它树枝高阁 也总得有一双 因为呀 它会提醒你 你长大了 你长大了呢 不 我找你 中国艺术学院的舞会上 能请你跳支舞吗 可是我不会跳舞啊 没关系 你能来就行 你能来就行 我找你 中国艺术学院的舞会上 能请你跳支舞吗 莉莉 莉 你怎么来了 今晚不是舞会吗 我放到鸽子了 因为我七代的舞伴另有其人 谁啊 一个比张霄更有颜值 更有才华 更有魅力的妙人 也是你们喜的 是吗 我认识是吗 美丽的小姐 我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 我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 那就恭敬不如 从命来 我没想到 却又如此不透 你是一个我 谁 莉莉 莉莉 是我 你还好吗 我和秋木做了蛋糕 送过来给你尝尝 你 你还好吗 你没事儿吗 芝莉 我很好 你怎么了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我还好吗 你还好吗 我还好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我得去弄清楚 我看芝莉的眼色不太对 是不是生病了呀 她可能是得了红眼病吧 借助咱们太幸福了 秋木 你别有嘴滑舌 好了 开玩笑的 等等 芝莉 一分钟 我只看一眼 你疯了 尹芝莉 摸够了没有 疯子 昨天 明明她这里流了很多血 怎么今天伤口不见了 血 是昨天晚上她流下来的血 而且昨天晚上中斗士 留下的划伤也没有恢复 所以可以证明 芝莉昨天晚上确实发生过争斗 难道 这个世界是假的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芝莉 伯母 我 我没记错的话 您跟伯父应该是住在 666吧 昨天晚上您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 问这个吗 哦 没什么 可能说我听错了 行了 我和你说了 我先回房 回头还得婚礼彩排呢 咱们 好 meant 为什么林秋莫可以死而复生 而李舟真的死了 如果不是这场婚礼 就不会有这个意外 我也没结成 人没了 有些人生来就命迹 不配得到处分 对不起 半毛 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相依为明了 李舟 还会活过来吗 人死不能复生 只是一定要找到凶手 找出凶手 是不是就能查到 关于死亡的真相 找出凶手 是不是就能找到林秋莫死而复活的真相 死亡的真相 对 你一定要得从有神之欲罚 这样才能高为伯父在天之灵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报警 不能报警 为什么 这里本来就是海上的一座小岛 交通不便 更何况从昨天开始 就一直下雨 警察 也来不了吧 我 你也来干吗 过夜四姐姐的目搜我的话 凶手岂不是救在我其中 伯父有心脏病之类的隐疾吗 没有 抱歉 头部有伤口 血液已经凝固 身体出现大幅度湿浆 死亡时间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 这个是什么 死亡时间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 这个是什么 可以检测实时训理的手表 还有专门的健康医生会记录数据 为他制定健康计划 这个上面有数据 昨夜凌晨两点 看来是伯父死亡的时间 既然如此 不如大家说一下 当时各自都在做什么吧 我是第一个发现李周死的人 我刚刚回到房间 一进门就看到他躺在地上 很快引致力就过来了 昨天 昨天我 昨晚妈妈和我一起睡的 我们一直在聊天 所以过了两点才睡 她在我睡着之后出去了吗 不可能 再说了 妈妈怎么会是杀害爸爸的凶手呢 昨晚我独自在房间 但我记得差不多也是两点左右 贵斯来我房间 问我有没有部落分 我们寒暄了一会儿 等她走了 我就睡了 对 我昨晚突然觉得头晕 还不小心擦破了手 就去邱默的房间里包扎了一下 但具体的时间我没有留意 邱默说是两点 那就是两点 她应该没有撒谎吧 昨天我 道哥昨天和我在一起 让你能 昨天晚上我跟你在一起 抱歉啊 芝莉 我昨天晚上和贵斯在一起 没法跟你做伪证 你 为什么要撒谎 我没有撒谎 昨天晚上我去找你 就是想问你关于张霄的事情 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你都忘了吗 我 我暂时没有什么失忆症 我并不记得我昨天晚上见过你 可算是见识到 什么叫强盗抓小偷了 真是好精彩的一出戏 芝莉 秋默 回头见到警察 你们这公词可得好好串串啊 妈 我是无辜的 你别听她的一面之词啊 芝莉 我相信爸爸的死和你无关 但是秋默她不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你搞错了呀 不如你冷静一下 就算我有作案的时间 但我也没有杀害伯父的动机啊 我会找到证据 向你们证明 伯父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只有两杯红酒 伯母 是你和伯父喝的吗 他平时有事情小说的习惯 但我一般不喝 看来昨天晚上有人拜访过伯父 而且一定是跟他关系亲近的人 而我对于伯父来说 不过是只见过一两面的女儿的同学 他为什么要跟我单独喝酒呢 林秋默 你口口声声地跟我说 你没见过我 但我清楚地记得 就在门外走廊的拐角 我亲眼看见了你 好 让我猜一下啊 你当时慌慌张张的样子 是刚从伯父房间里出来吧 如果是一次普通的拜访 你那么慌张做什么 你 你这人怎么倒打一耙呢 这两杯红酒 只有伯父和凶手碰过 到时候联系上警察 拿到公安局 检测一下上面的指纹 就知道凶手是谁了 你这孩子怎么忙碰撞撞的人 有没有摔疼啊 兰娜 我说过这个红酒可能是重要的证据 有人推了我一把 我不是故意的 伯父的嘴里有奇怪的味道 什么味儿 苦心仁的味道 苦心仁的味道 苦心仁味 苦心仁味 情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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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书里看到过 情话物有剧毒 一般成年人 只用服用六十毫克 就会致死 看来伯父是中毒是吗 有可能 伯父的尸体表面 有纤右色的血迹 耳朵上更加明显 中毒 中毒 林秋末 林秋末 我自问夫妻二人 但你不保 你是觉得和李朵拉 结婚财产稳了 就要迫不及待下手 妈 说话别这么难听啊 你有证据吗 你没有证据 那就是污蔑 昨天晚上 我明明在走道上看到你了 手里还拿着两杯红酒 是你吧 对 我承认 我昨天晚上是找爸喝酒了 我也承认我不小心 退了他一把 但他当时确实还活着 我真的没有杀他 我相信邱默 他不是故意要杀伯父的 这绝对是个意外 谁能想到 只是轻轻一推 伯父就去世了呢 我找到了新的线索 伯父的手机 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是我从地毯下发现的 我觉得伯父 应该是想把手机藏起来 不让凶手发现 这个手机里面 可能有关键信息 或许是 能指出凶手的证据 关键证据 是 原来如此 什么意思啊 这段时间 除了躲来结婚的事 李舟还一直在帮邱默 处理一些事情 我早就和他说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何况是杨木淑的外来女婿 但他从来不听我的 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这下好了 人都陪进去了 前两天他说 林青木的科技公司出现资金问题 向他求助 喂 张总 是我是我 又麻烦您了 那个 您的一个亿到账了吗 他想接这个机会 让林秋默锻炼锻炼 就对这事一直没松口 但私底下没少活动 没问题没问题 只说等婚礼结束后再说 是这回事吧 林秋默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是个畜生为了这些年也该养熟 见到人还会摇头晃脏摇尾巴 而不是在酒里下都杀主 不是的 秋默怎么会杀爸爸呢 秋默 真的是你吗 林秋默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是个畜生为了这些年也该养熟了 见到人还会摇头晃脏摇尾巴 而不是在酒里下都杀主 不是的 秋默怎么会杀爸爸呢 秋默 真的是你吗 我拉我没有 妈 我尊称您一声妈 是因为我爱多拉 但是 你不能随便羞辱我冤枉我啊 你们想想 要是真的是我下得躲 我会把红酒杯就能放在那儿 让你们多来怀疑我吗 是啊 如果下毒的人是林秋默 他至少会先处理掉红酒 还是说他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 被我捅了一刀之后而失忆 还有一种可能 凶手无视他 而是 要是事情真的要闹这么难看 那我也说实话 在场之人有杀人动机的可不值一看 包括你 妈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要去雅大的房间睡觉 怎么 不可以 妈 你别心虚啊 这年头 谁心里还没个鬼呢 说到底 你还不是怕爸分一场给我们 你这个外星女婿 真不知道你在得意什么 秋风哥 你别说了 是爸爸打了妈妈 妈妈才来找我菜药的 这都是什么事啊 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呀 本来大家应该高高兴兴地度过这一天 我人生当中 最美好的一天 警察来不了 凶手也出不去 不如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 人死不能复生 请大家记爱 不认为 sprawl 你把手机们担心 ads 他就会装在里面 你自己担心 建议 不认为自己鼓励 你把你担心 我们最后一把我的手机 已经问了 一定是个人 因为我保证你 我熟悉的 你今天用来一下 我会不会变成发 我们会把你灯水 他想要帮你 然后我担心 我对我们的ама 女孩儿都住在一起吧 这样安全 你们可以 都知道 你还这么不错 要不让你 那是不是 你哪你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个贱人 你刚刚是不是故意引导大家认为是我误杀李卓 怎么 眼看着我要被李家抛弃 你要先踩我一脚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至上堪忧啊 刚才的情形 所有人都怀疑你 我再帮你说话 岂不是引我上身 我之后还怎么帮你起托嫌疑 你真这么想的 秋末 只有我是真心对你的 你忘了那晚咱俩说的话吗 谁 谁 是我 怎么办鬼子 我可能不小心把李周缠了 刚才你来的时候有人看到你吗 没有 好 我可以帮你做时间证人 但你要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 你说得我都明白 那现在你必须帮我想想办法 别慌 不管他们怎么怀疑你 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证据 可当他们解锁李周的手机 一切就玩完了 谁知道当时李周有没有录音 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你得帮我 好 但我帮你拿到李家的财产 你只能属于我 不然 你会死得很惨 当然 我爱的 一直是你啊 没有人相信我 让我生死 别拦着我 什么声音啊 难道是 林秋末老自杀 多了 你不是也觉得我是凶手 怎么 我一次现罪还不行吗 林秋末 这么想自杀的人 不是你这样 想激我 等我死了 你以为李左达会看得上你 你就是李左达的狗 这辈子就守着个女人 没出息 对 这辈子 我只要守住她就够了 走了 走了 秋末 你没事吧 多了 我真的没杀人 怎么 你们也没睡呢 怎么 怎么 你们也没睡呢 你们也没睡呢 贵斯 你杀害伯父的真相 恐怕就在这个手机里吧 李周死于情花甲中毒 假设李周喝下二十五毫升的红酒 大约只需要五克的情花甲粉末 死亡时间通常在十五分钟至一小时之内 而这个毒就下在林秋末带来的红酒里 林秋末找李周喝酒聊天 但在聊天过程中两人发生了冲突 情急之下 林秋末推了李周一把 李周的头磕在了桌子上 受了伤 但这个伤口不会致死 我查过李周的右手 手上有凝固了的血迹 林秋末慌张离开后 在走廊里遇到了我 之后便是大家今天看到的一切 看起来人证物证皆在 逻辑链条缓缓相口 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林秋末 但李周也没想到的是 杀死她的是你 Grace 你百密遗书做错了一件事 当我提出要指纹验证的时候 你急着销毁证据半个雅纳一跤 导致酒杯宣落 就在林秋末去找李周之前 Grace找到她 并在红酒杯里下了毒 Grace笃定 林秋末不敢说出自己与她的私情 所以就没有人知道Grace有机会接近红酒杯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墨道格发现了两人偷情的一面 所以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Grace如何保证李周喝下的那杯酒 是永远的 答案很简单 我在一个酒杯上看到了口红印 当林秋末发现这个口红印时 当然会选择将这杯酒给自己喝 而将那杯没有口红印的 有毒的酒给了李周 就这样 这个投毒计划 悄然无声地完成了 真是精彩的推理啊 但这只是你的猜测 一醉从五 你不会想凭借你的脑洞 来给我定罪吧 我只是帮林秋末席多前移 被爱重婚头罢了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之前确实没有证据 但你急着销毁可能存在的证据 而放弃了真正的证据 这是百分之五的刘带硫酸钠溶液 你应该认得吧 你悄悄离开房间的时候 我从你卫生间里发现的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如果皮肤不小心接触了氢化钾 就必须用百分之五的 硫带硫酸钠溶液来冲刷 你之前确实做了很多的功课 而且你也用到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纱布下面的皮肤 就应该是不小心接触了氢化钾 而灼伤的 所以 才不得不用纱布来遮盖 果然 你个贱人 果然是你从头到尾 早就想好了这家伙给我 真是个蛇蟹女人 到底谁才是贱人 臭男人 不会是你来求着我的时候 一脸跪舔 说就喜欢蛇蟹你 你说得没错 我和他无冤无仇 我为什么要杀他 我说了 答案就在李舟的手机里 好啊 那我就等着你 把证据放在我眼前 只可惜 你已经销毁了手机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那部手机不是李舟的 而是我的呢 没错 我设了一个局 愿者上钩 你来了 你什么意思 李舟的手机 早就被我偷梁换住 我找到了新的线索 李舟隐藏了手机 李舟隐藏了手机 所以我判断里面 应该有凶手想要销毁的证据 正好 我跟伯父用了同一款手机 所以我打算引舍出动 果不其然 林秋默闹起了自杀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你想用林秋默调虎离山 只可惜 你计划失败了 结束了 这就是你杀害李舟的证据吧 我听朵拉说 你特别重视自己音乐博主的事业 你是不想让李舟毁了她 没错 你就是凶手 果因我做出对不起朵拉的事 也就算了 你现在杀了爸爸 还想让我下水 现在看你怎么讲骗 真的是你吗 贵斯 你可是我的好朋友呀 好朋友 那你爸对我做出那些事的时候 你这个好朋友在哪儿 没错 人是我杀的 你这个众心朋友的大小姐还不知道吧 你上朱利亚的机会 是你爸从我这儿偷来 他买到我们家的保姆 在我的钢琴里放了刀片 在我的钢琴里放了刀片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一次 他竟然还想毁了 不会的 爸爸怎么会 对不起 对不起 贵斯 对不起你 收起那副伪善的嘴脸呢你 是 坏事事里着做的 但得益者是你吧 我信心拧念的主要 你们说拿走就拿走 说不要就不要 那如果你们不珍惜 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坐这儿脱脱 但是你没有想过 朵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 你跟雨宁穷我就是为了报复朵拉 那天 钢琴上的刀片也是你放的吧 是 因为我也让你感受到我 从那天开始 我就发誓 你李朵拉的一切我都要抢 包括你的灰灰 没想到李舟发现 我还录了视频来微笑 这一次 我一定不能饶了她 梦和呼吸都一样痛 拥抱吧 脚声圆吹散成沙 抚平那零碎的空洞 抓紧她 生命掩饰开住的话 乘坐黑暗枷锁不害怕 好想 好想 我也能认真微笑 光飘到我身边照耀 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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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